陸續把照相放上去 所以 有一些細節像我剛剛那個 講的前面講的那個連結這邊然後 這兩個檔案連結另外的話 這個畫面怎麼秀出來就是GateMap 那這邊有PageShow 然後再下一個畫面是剛剛這個 這個怎麼載入進來的 基本上就是透過什麼GateTitle 所以基本上你們將來慢慢的要 習慣就是說這個 應該算JQMobile JQMobile裡面的開發方式一定就是什麼 這個是頁面名稱 然後會有個byte byte有點像連結 後面是個事件 這個事件就是說當 什麼事情發生但是PageShow指的是什麼 這個網頁 被顯示出來的時候 他要去執行哪個方法 那這個方法一定在下面可以找到 有沒有 有沒有所以如果觸發他為什麼可以看到這個清單 那就是因為他有這樣的規則 所以特別注意喔 上面的話基本上會有 四個PageShow 那底下的話就是 那個什麼 Button按鈕的事件 有沒有 所以Button按鈕事件的話 他的寫法一定是 這個 元件 他會有一個byte 什麼呢 Click 應該懂嗎 點下去的時候 會執行什麼 Round End 那 底下 我們逐步來看這邊有哪一些比較重要的 方法 比如說像同學常問到說 老師 我很需要 就是說 這個App有關閉的功能 有沒有 前面好像有同學問 老師怎麼寫關閉功能 對不對 請各位可以 參考這個就好了 裡面就有啦 對不對 你就怎麼樣呢 直接按下這個 按鈕 先做出來 第二個 做連結 連結就是 因為他的名稱就是 END嘛 所以前面加個請 by的click 就是當我click他的時候 會執行 Round End的這個方法 有沒有 是否結束 本程式 按確定 他就關閉了 不會因為這是網頁 如果是手機 就真的關閉 但是網頁 沒有辦法關閉 OK所以大概 那程式怎麼寫 其實 就在 這個地方 你可以看到他叫 Round End Round End 我把它mark起來 選取的 往下找 就是用那個Nordify Plus 還蠻方便的 你把它 選取來之後的話 就可以看到了在這裡 那以後 你只要怎麼樣 把這一段有沒有 把它copy貼上 就可以用了 他就會結束的功能 你按在哪邊 哪每個頁面都加XX 可不可以啊 你要按關他就 整個 程式就幫你關掉 那裡面要寫哪些東西 大概看一下 其實蠻簡單的 就是 會有一個那個 叫做confirm 裡面的話 確定是不是要結束 有沒有一個字串 所以各位可以看到 這個字串 就會出現在這裡 後面有確定 取消 兩個按鈕 對 那如果 那也就是說呢 將來如果按下確定的話 他回傳會是什麼 會是True True的話表示說 使用者 怎麼樣 他要結束喔 所以 如果他裡面是True的話 那就怎麼樣呢 執行這個 點App 點 App 的方法 就關閉了 所以其實要寫一個關閉 是這麼簡單的事情 OK所以特別重要 連結 在這個地方 重點再講一次 特別重要這個地方 就是第一個 界面上面 你一定要 有一個什麼呢 一個 關閉的這個 這個按鈕 有沒有第一步 那名稱的話呢就叫做 END AND 然後連結的話就是 什麼呢 一個緊字號就可以 那再來這邊的話 就是 圈連結他 後面的話呢 加上一個方法 就完成 結束 OK 第一個 第二個的話就是說 底下這邊有一個按鈕 叫做 嗯 就是說 BTN Show Home 1 連結Click 然後去執行哪個呢 Show home的這個 方法 那這個方法裡面的話 就是要顯示那個 美食的景點 OK 看一下 第二個是 當我點下下面那個按鈕也是做連結 那裡面主要的重點 有哪一些 哪一些事 他做哪些動作呢 特別注意 這個地方的話呢 主要 是 做一個什麼呢 做一個那個 Change page 裡面有一個叫slide 也就是說呢 我們這邊可以做一個那個 等於是動畫的效果 所以你在切的時候呢 會多一個動畫效果 如果你不加這個動畫效果反正你就把它 把它連結過去就好 這邊的話會有一個動畫 如果你將來要做出動畫效果的話 你可以在這個地方 加上個什麼 一個方法 底下各位可以知道 當 這一個 Change page的時候 然後呢 做一個slide的 就是那個 類似 簡報播放那樣的效果出現 OK 然後後面的話呢 加上一個 這個 一個避免重複觸發的 這個 叙述 OK 這樣的話呢我們就 完成這一個頁面 就是在那個 Map page裡面有個關閉 跟這兩個部分 會做連結 那等一下我們再來看其他頁面部分 畫面再還給各位一下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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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